第一张天才科学家的神秘体验 瑞典天才科学家使为登堡 无论是谁 对以下这些事情应该都会有好奇心 真有死后的世界吗 如果有 会是什么样子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类出现后 已经有无数人经历出生死亡 他们是就此消失在宇宙中 还是在死后世界的某处生活着呢 媒体偶尔会介绍某些人 兵营死亡之后又复生的经验 但这些人口中的死后世界 都只是片段明星的 而且很难让人完全相信 我们想在此介绍一位 自由穿梭与临界30年的人 他就是瑞典的著名科学家 史维登堡 史维登堡1688年1月29日出生于瑞典 是一个牧师的次子 当时瑞典的国 瑞典的国教是基督教路德教派 他的父亲在宗教民生贤赫 被瑞典女王任命为 驻首都斯特克尔摩的 史卡拉大教堂主教 史维登堡就读于乌龙拉大学时 关注的焦点全在科学领域 虽然父母都反对他从事科学研究 但22岁的史维登堡 还是坚持选择科学家之路 他的父亲看到他抛弃家族传统 违反自己的意志沉迷于科学当中 大为失望 然而 史维登堡不负于自己年轻的聪慧头脑 很快就生灵大噪 当时被公认与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奇名 史维登堡的天赋 在他对宇宙形成的研究中也充分展现 他相信宇宙中一切的形成并非偶然 必须要有第一因的存在 在当时的欧洲 有不少哲学家 科学家 在思考这个第一因的问题 其中 很多人试图将宇宙诞生的第一因 与造物主联系起来 史维登堡也是其中之一 他也提出过一些超越时代的科学理论 可以与一两百年后 爱因斯坦等人的论文互相参照 他还提到过一个独特的概念 就是无限的能量 是宇宙产生的根源 1745年 史维登堡57岁那年 他的人生碰上了不可思议的巨大转折点 在英国的伦敦 他有了特殊的体验 顷刻间就将之前对科学的着迷全都放下了 他摇身一变 成了与科学世界毫无关系 探求神秘灵界的大灵能者 从那天之后 原本每日买首于图书馆和研究时的史维登堡 将身边的科学书与资料完全清理掉 书桌上只剩下一本 圣经 知道史维登堡离开科学界的人都觉得可惜 几个好友劝他继续将才能发挥在科学上 甚至还有人日夜 甚至还有人日后 人一直不断请他重返科学界 但是史维登堡却对他们说 以后世上还会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科学家 但接受我这种使命的人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 他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 从1745年到1772年 在他生涯的最后27年当中 他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往来与灵界 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几百次 几千次还是几万次 每当史维登堡前去灵界探访后 一回到世上 就会埋头于住宿 留下了几万页的邮寄 如果全映成书 可能会多达几十册 史维登堡所写和灵人相关的住宿 最有名的包括 天堂与地狱 灵界济文 神的法则 神的爱与智慧 灵与肉的交流 真正的基督教 结婚之爱等等 但有的住宿长达好几册 例如灵界济文 就有八册之多 海伦 凯勒 从中获得希望与勇气 想象一下 某个外星人来到位于太阳系的地球的情景 地球上有广大的陆地与海洋 有各种地形地貌 自然现象 人种与文化 如果他刚好到了夏威夷 他会觉得地球上长满了椰子树 而且不太需要担心吃的东西 简直就是个乐园 如果他到的是纽约市中心 他会认为地球挤满了高楼大厦 街上人来人往 如果他是降落在撒哈拉沙漠 他会觉得地面上只有沙子 不太适合人类居住 如果他抵达的是南极 他会认为地球是个冰雪建构的世界 如果到的是沙漠以南的非洲 他会认为人类的皮肤应该是黑色 如果到的是中东 他会认为人类全都信奉伊斯兰教 对于灵界 如果人类一直都是这样 虾子摸象 也算是陷入一种无知的境地 因此 上天选择了史维登堡 来当沟通的使者 另一个未知世界的壮大辽阔 恐怕是千千万万个地球 也比不上的 就算史维登堡再怎么聪明 如果只去过一次 那么跟外星人来地球探险片刻就走 恐怕也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特别的命运降临在一个科学家的身上 让他得到能够丝毫不受限制 任意地在另一个世界游逛的特权 让他看到自己想看的每一个角落 并且自由地跟存在于那个意识体进行沟通 使者带领着他 从天堂一直看到地狱的底层为止 史维登堡甚至也能与历史上的名人见到面 包括耶稣、十二门徒与使徒保罗 以及几个教宗 他将27年间往来另一个世界看到 听到、体验到的一切 记录下来进行分析与住宿 能做到这些都是因为 他受过系统性的科学教育与训练 天意的选择着实十分奇妙 海伦凯勒原本是一个人生毫无希望的严重身心障碍者 他看不到、听不到、又说不出话来 但他透过史维登堡的著作获得了深希望与勇气 过去的两百多年中 透过史维登堡留下的记录 已经有无数的人看到了天堂的法则 并打定主意要进取 有很多人已经都像海伦凯勒一样从中获益了 今天的人也一样可以获益 如果史维登堡想以科学家的身份受人信念 那他就没办法传扬这些心灵的讯息 史维登堡一个人 就能让许许多多的人改变了生活方式 等待死后进入天堂 而能够平静地迎接死亡 这些人都非常感谢1745年 站在命运转折点的史维登堡所下的决心 在这里先介绍一段 史维登堡晚年某本书的序文 我史维登堡在过去26年中 常将肉体抛在这世界不管 变成灵体进入到死后的灵界去 我与生活在那边的众多灵交流沟通 看到听到了无数的事情 记载在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亲身体验 我很清楚 大多数人并不想相信像我这样 在人类历史上甚为稀有的独特体验者 但我现在对这件事情不太担心 因为我自己可以确信 我记录下来的东西对我而言都是亲身经历的事实 接触到我留下的这些著作的人 没有一个可以否认 人的灵魂永远存在 知道除了我 除了我们住的这个人世之外 还有另一个灵的世界存在 透过这些著述 我将我如何进入死后世界 像与人世的人见面交谈一样 跟那里的灵交往 看到听到的一切都带回来 明确地说出灵界与我们这个人界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到灵界看到听到的东西数量太大了 所以我写下的记录数量也不得不大 想到了这么庞大的分量 我还能留在人世的时间 相对来说太短了 因为我在明年1772年的3月29日 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最后一次出发到灵界去 并永远不再回来 我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我只能拼命赶进度 我太忙了 史维登堡在那时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死期 他在死前曾经寄了一封信 给一位教会牧师 预言了自己的死期 他写上这篇文章 是他在死去的一年之前 读史维登堡的这篇序文时 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对全人类的使命感有多彻底 他也很确定 他的读者里有非常多会感觉到 非相信他说的这些道理不可 人是万物之灵 是有灵性的受造物 因此史维登堡 相信一定有部分人读了这些东西 就会直观地看出 他说的都是事实 史维登堡的戏剧性生涯 史维登堡的戏剧性生涯 是如何展开的呢 1745年的某一天 史维登堡正在英国伦敦旅行 因为他去得太频繁了 已经有个固定居住的旅馆 和固定用餐的餐厅 就像平常一样 史维登堡在他固定用餐的餐厅吃晚饭 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那里发生了 吃完饭后 史维登堡将刀叉放到桌上 想起生离开时 突然发现餐厅里散放出如阳光般七彩 灿烂的光源 亮度比阳光还强上许多 史维登堡的眼睛被光刺得睁不开 差点就吓昏过去 一阵子之后 光中出现了一个穿着洁白袍子的人 白袍发出金色的光芒 那是个史维登堡从未见过的神秘人物 他开口了 你说完这个字之后 那人就消失了 但餐厅中还有些烟雾般弥漫的东西 包围着史维登堡 又过了一段时间 那些烟雾才散去 剩下史维登堡一个人呆站在餐厅的正中央 史维登堡好不容易打起精神 慌忙地跑回旅馆 回到房间后 他想起之前在餐厅中的奇异体验 我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会看到幻觉了吗 但史维登堡越想 越觉得他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幻影 烦恼了一会儿之后 他就入睡了 他完全没想到第二天晚上 还会发生令他更吃惊的事情 第二天晚上 史维登堡躺在床上准备救寝 房间里突然就像前一天的餐厅一样 大方光芒 明亮地有如白昼 前一天看过的神秘人物 站到他的床边 史维登堡 吓得浑身颤抖了起来 那个神秘人物用很严肃的语气 对史维登堡说 别害怕 我是神派来的使者 我来这里 是要赋予你一个重要使命 你会被带到死后的世界 那就是灵界 你要去跟那里的灵沟通交流 将在那世界 见闻记录下来 转达给这人世的人们 千万不要轻易 千万不要轻忽 你这神圣的使命 说完 神秘的人物又消失了 那从那天之后 史维登堡 就没有再看过那个人物了 不只在人世 连他在后来 平凡出路的灵界中 也都没有再遇到过那个人 然而 就因为那人 使得史维登堡的生活 从此 有了180度的攒变 见到这个不可思议的人后 灵界的大门 就在史维登堡敞开了 他的灵 他的灵眼 增开了也被授予可以随心所欲 进出灵界的神秘能力 此后 他就把灵界当作自己家一般 想去就去 史维登堡接受特殊的使命之后 就开始将他一切特殊的灵界体验 都细心记录下来 这就是他灵界作品的起点 后来的他 毫不怀疑自己是受到伟大力量 也就是造无主的召唤 来担当这样的使命 进入灵界的模拟死亡技术 史维登堡将自己进入灵界的技术 称为模拟死亡技术 这种能力 就是让肉体进入 近似于死亡的状态 而留在人类 人类间 灵体则跟肉体分离开来 就像死去后的人 变成灵一样 成为完整的灵体到灵界去 一般的人 也会体验到这样的事情 不过 只在肉体生命 灵终的时候 所谓死亡 就是指灵体 从肉体分离出来 分离之后的肉体 在人世化为尘土 但这并不代表一切的消逝 真正的生命力 都是在灵体里面 分离开来之后的 灵体则会进入灵界 是为灯宝 靠着上天赋予它的 特殊能力 可以自主脱离肉体 而在离开的期间 肉体不会腐朽 还能维持一定程度的 生理机能 等到灵体 从灵界回到肉体之后 就能够继续过 人世的日常生活 这就是它的情况 跟一般人 肉体的 灵中 不一样的地方了 对灵体而言 肉体 就跟衣服 没有什么两样 脱下了肉体 就成为灵 穿上了肉体 就又恢复成一般人 史维登宝 在27年内 就这样不断 穿穿脱脱 自己的肉体 以执行 它对全人类的使命 脱去肉体 进入灵界之后 它跟原本 就定居于灵体的灵 没什么两样 其实 灵界 都以为 它也是个肉体 已经死去的灵 它可以说 几乎是唯一同时 获得人界 与灵界 居留权的人物 大多数人 只有到寿命 已尽的时候 才会那么 灵魂出窍一次 因为 一般 灵魂 出了肉体之后 就永远 没有办法再回去 而肉体 就会开始腐败 这就是我们 所说的死亡 然而 死亡的 只有肉体而已 真正的 自己 是不会死亡的 只是会离开人世 而永久 居留于灵界 那灵体 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称为 我的东西 其实是灵体 肉体中 是没有真正的生命的 肉体 只是灵体的器皿 工具 现在 人世生活的所有人 几乎都是 只认为 自己是靠肉体 活着的 但 让肉体 活着的 真正主人 却是居住在 肉体里的灵体 那 灵体又是 怎样产生的 脱去衣服 成为 裸体的自我 在外形 无关感觉 思考 意识等方面 会有什么变化 不管 穿了衣服 或是脱去衣服 我 一样 还是我 从这个想法发展下去 将肉体当做衣服 思考看看吧 若肉体是灵体的衣服 脱去肉体之后 我们就会变得有所不同 灵体才是真正自己 就算脱去了肉体衣服 也一样 是个完整的人 而周遭的生活环境 也只是从物质界 搬到灵界而已 在物质界 人们认为 灵体离开肉体 就是死亡 但 其实 这个生命 并没有消失 甚至 我的本质 也不会因而改变 灵体的脸庞 眼耳鼻舌 深的五官感觉 跳动的心脏 呼吸的肺 想动 就会按照 意念行动的手脚 这些东西 都依然存在 更重要的是 记忆力 情绪 思考力 意识 意志等等 也都还在 只不过 穿着肉体的时候 物质做的肉身 会成为 灵体的负担 不是以物质 而是以 灵性能量 造成的 灵体 比肉体 更加完美 脱离肉体之后 会感觉 头脑 一下清楚了 几十倍 各种感官 比肉体的 还敏锐清晰 不再有肉体的 灵体 会施展 灵性的能力 灵体 不是用肉体的方式 而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 感受时间与空间 那是无法以现实世界的概念来形容的 如果谈到灵界的时空 通常 是为让有肉体者 容易理解 不得已之下 采用的比喻 灵体的移动 实在于 心面的速度 比光速更快 就算几千亿的长度 也能够在瞬间往来 灵与灵之间 透过思绪 就可以互相对话 不管对方内心 想什么 自己都能马上读到 用精神感应 去形容也无妨 使为灯宝 进入灵界后 跟远古时代 或世界各地的灵 都能自由交流 毫无语言方面的障碍 心面一动 马上 就到达想去的地方 使为灯宝如此描述 自己初次进入灵界的体验 我靠意志脱离了我的肉体 在那一瞬间 灵体从我所躺的床上 上方的天花板 往下看我的肉体 它跟死了的人一样 接着 我的灵体就穿过屋顶 朝上直飞而去 一切物质的东西 包括门 墙壁 天花板 屋顶等等 不管是用石头 还是钢铁造的 我的灵体 都可以自由穿越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破坏 从在屋顶上方 大约二三十公分的 上空往下看我的肉体 发现我的脖子 扭曲地靠在床头上 我突然想 这样弯 这样弯蛇的脖子 可能我还没有回来 就先窒息死掉了 一有这个念头 我的身体就改变了姿势 好好的在床上躺平了 我是靠我灵体的意志 而不是肉身的意志 去让我的身体动作 对灵而言 思想的确就是力量 接下来 我的灵体 就在天堂中 跟随着领路灵 前往灵界中 我想去的地方 我一瞬间 就到达了那里 我只不过心里一想 就发现自己到达了 不只是天堂 我还经常出入地狱 这一切的内容 都被我记在书中了 去地狱的时候 恶灵们想要伤害我 所以我身边 不只有领路的灵 还有帮忙保护我的守护灵 如果没有这些善灵的保护 可能我27年前就已经死了 史维登堡强调 在读他的体验记忆之前 必须先将以下的原则 深深铭记在心 他主张这些都是确切的真理 必须坚持这些原则 才能正确理解 他想要传递的信息 一 另一个世界不只存在 而且还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 打从地球上有人类以来 一个人类都没有消灭掉 而且都居住在另一个世界中 二 人有双重体 也就是肉体与灵体 在人世的时候 灵体居住在肉体之中 但生命力完全是在灵体上面 肉体不过是灵体的工具罢了 三 人从人世死去时 灵体自然就脱离肉体 也可以称为灵魂出窍 但人的本体生命是不会死的 死的只有肉体而已 灵体会向灵界移动 之后永远都存在 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逃